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這個星期一 原來何君堯 陳恆斌和李華明 一起出席了一場晚宴 而且在這場晚宴上 還有一名江湖人士 都在場 蘋果日報今天刊登了這班人 在晚宴上的合照揭發了事件 第二宗消息 張志剛今天在明報刊登的一篇文章 批評湯家驊以魔鬼論來支持林鄭 質疑他這番說法 到底是否合乎政治倫理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這個星期一的晚宴 詳細的情況是怎樣的 原來 這場晚宴 在知名會所 王朝會 那時候舉行 王朝會在哪呢 就是在港灣道一號 會展廣場的 西藍座 相當之有名的 這班人到底是 為何要搞宴會 原來就是要慶祝一個叫做李林的人生日 李林就是何許人 是如意集團的老闆 亦都是香港洗衣商會的副主席 他擁有全港最大型的洗衣業務 範圍是涵蓋酒店 餐廳 酒樓 醫院 和會所等等 當晚有份道河的政界人士 包括有何君堯 陳恒彬 李華明 陳恒彬 李華明 都是香港洗衣商會的名譽顧問 好了 還有一名江湖人士 都在籍 他就是 卓浩 彪頭的 水房 馬膽大王 那個名堂就真是響了 在這場宴會上 拍了很多合照 其中何君堯 和陳恒彬 分別有跟這位江湖人士合照 何君堯那張合照 簡直跟這位江湖人士 搭着肩膀 就這樣拍的 到了最後的時候 眾人就拍了一張大合照 李華明就站在中間 隔壁就是陳恒彬 陳恒彬隔壁就是何君堯 整件事就是這樣的 記者分別打了給這三位政界人士查詢 就想問問他們 究竟你認不認識這位江湖人士 何君堯 未曾回覆 陳恒彬 和李華明 當然是說不認識他 難道是認識嗎 陳恒彬怎麼回答呢 他就說李林那間公司 每年都獲得雙見共融獎 是一位有善心的善掌人 非常之尊敬他 陳恒彬還說 那個是一個正當場合 期間有些嘉賓邀請和他合照 但是不清楚對方是甚麼來頭 只知道他是李林的朋友 沒理由查人家宅 這個陳恒彬的答法 事實上身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一年出席這麼多應酬場合 期間有些賓客邀請和他合照 他真是沒有理由去逐個問別人的背景 但是現在被發現這是江湖人士 當然是個個都有興趣知道 李華明怎麼回答呢 他就說包括自己在內 其他人都是由李林邀請出席 何君堯和陳恒彬以往都有去 幾年都有到 至於那位江湖人士 李華明就說自己是第一次見 不清楚對方和其他人之間的關係 他說除了口罩拍照碰杯 當然有 之後就各自回位 他就強調是沒有違反限聚令 至於說他和江湖人士那張大合照 李華明說不說他也不知道 也沒有留意他們 姑且當李華明說這番說法是可信的 他真是不認識這名江湖人士 不奇怪 去一個宴會 主人家請那麼多人去 沒理由每個人都認識 這個都很正常 我覺得很合理的 但是 李華明沒理由不知道哪一個是何君堯 他知道哪一個是何君堯 他知道發生了721事件 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原來你的政治敏感度是這麼低的 你是可以出席一場生日宴會 拍一場大合照 然後 你就站在中間 陳恒鑽站在你旁邊 何君堯站在你旁邊 何君堯站在你旁邊 然後大家一起笑笑笑笑 拍一張照 即是最少反映出 李華明 他就不認為在這張大合照裡面 他有東西是需要避忌的 他認為自己不需要避跡 可以照影都可以 你就反映得到他是 如何來看待何君堯 還有就是 李華明自己也說了 何君堯以往都有出席的 幾年都有到 這個宴會就是 慶祝李臨生日 每年四月都舉行的 即是說去年和今年 何君堯都有到 721事件之後的兩年 何君堯也有到 李華明也有到 你不認識江湖人士 我覺得是很閒 但是你是認識何君堯的 那你也能吃得下 當然他能吃得下 吃不下就不去 他不單止吃得下 而且在大合照裡面 還笑得很開心 其實整件事 你說江湖人士出席的一場晚宴 是不是很大問題 我自己就覺得不是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江湖人士他也有權出席社交活動 不是說每個人都要跟他保持社交距離 問題就是如果有一定政治敏感度的人 他就會保持社交距離 直接不去 但是如果這個是李臨自己邀請 事前沒有通知 也沒得好說 但是 李華明明知道何君堯會出席 他也會繼續去 我覺得這件事比江湖人士更大問題 至於李華明 之前接受HK01專訪的時候 他說的東西都已經是很奇怪 劉偉卿之前就提到 要向選委會五大界別的建制選委 爭取提名 是屈辱 李華明就說不同意劉偉卿這種說法 他說 如果民主派要參選 可以列出自己的政綱 向選委爭取提名 如果最終是沒有提名的話 壓力和批評就不在於參選人 而在選委身上 他還說 他們是沒有去黑球的 是理直氣壯 以及很清晰地去取提名 李華明這番說法 無非就是自欺欺人 你要向對家爭取提名的時候 你還如何理直氣壯 如果 你的政治主張裡面 有一些部分 是所有建制派的選委都不認同你的時候 市民還怎麼會提名你呢 但是如果你是很願意選 你可以怎麼做呢 只能夠妥協 把你的主張刪除了 別人就會提名你 很簡單 還如何理直氣壯呢 你都要有個妥協的過程 在當中 你不是說自己是巴士閉的 你說說什麼人都要提名你的 他還說 民主派 參加立法會的地區直選 一樣可以是少數派 反對派 可以用尖銳的言詞 質詢特首 仍然有特首答問大會可以提問 仍然可以就社會政策質詢局長 作為少數反對派 更加容易得到市民的支持和關心 他認為在功能上仍然可以維持 當然如果要抗爭、拉布、肢體衝撞 這些就是沒有的 喂 他認為民主派應該繼續參選 是不是 你講來講去 其實就是想進去這個議會裏 做政治花瓶 他就說什麼 議會營養有平台有資源 有什麼資源 是不是 那些資源就是每個月 出糧給立法會議員那份糧 說來講去都是為了出糧 其實民主黨裡面有很多人都是很恨選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人會走出來反駁李華明的 因為他們自己都在蠢蠢欲動 羅健熙自己都不肯為了這個參選下閘 就是他根本上就是對於這個 參選是持有 開放態度的 這個民主黨的副主席梁易亭 也是近期 開始轉催高調 這裡又去拍片 那裡又去拍一下 你說他是不是想選 根本民主黨裡面很多人都是想選的 甚少好像說劉慧卿這些舊電池 走出來斬釘截鐵地反對參選 大家看看現在民主黨 在任的中常委 或者是那些區議員 有沒有誰走出來告訴你 他是不支持參加立法會選舉的 是沒有的 我真的沒看到有媒體登出來說有 只有劉慧卿 但是劉慧卿已經是過氣的了 所以我估計民主黨 在下一屆立法會參選的機會 是很高的 然後我們就看看另一宗消息 就是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 早前就說了一句說話 The devil you know Better than the devil you don't 即是你熟悉的 那隻魔鬼 就比起不熟悉的那隻魔鬼 是更好的 他就借了這句說話 來支持林鄭連任 他就讚揚林鄭政府當中 開明派 民主派 和第三路線派別的人士 那個比例是遠超各界的政府 但是 這番的說話就被 前行政會議成員 也是良粉張志剛批評他 張志剛今天在《明報》撰寫了一篇文章 他就質疑湯家驊 形容他的政治老闆是魔鬼 是否合乎政治倫理 其次就是不滿湯家驊這個魔鬼論 就等同於暗示其他有能力 問頂特首之位的人都是魔鬼 因為他說 The devil you know Better than the devil you don't 所以就是說 這一隻有魔鬼 那隻有魔鬼 其實湯家驊這番說法 我都認為是有些問題的 他這樣說算不算是低級紅高級黑 雖然這句說話就是一句言語 但是裏面包含到一個 這麼負面的詞彙 好心就不要用 說到devil 這些是很負面的東西 對於湯家驊讚林鄭的說話 張志剛就更加不認同 他說湯家驊憑什麼來定義開放呢 標準何在呢 是比較跟反對派的領頭人攬頭攬頸 還是比較把酒言歡 還是比較對那些反對派的團體 慷慨解囊呢 後面這句說話 其實就是在吹緊林鄭 大家知道林鄭 開頭上台的時候 就出席了民主黨的年度宴會 還捐過錢 其實張志剛就是 在吹緊林鄭這件事 張志剛又質疑湯家驊口中的 開明派和民主派 是不是符合夏寶龍講話當中的愛國者標準呢 或是湯家驊夫子自導 自己當自己是民主派的代表呢 但是民主派的頭頭 還是否承認湯家驊是民主派呢 哈哈哈 這就是不知道 要問湯家驊自己才知道 到底他現在是中間派 還是民主派呢 如果他說自己是民主派 那不要說民主派的頭頭 市民認不認他 還是一回事 是不是 也不要說湯家驊 就算說民主黨 如果他今屆參加立法會選舉 市民還認不認他是民主派 也成為疑問 所以這一篇文章 無非就是 響到狗爭狗骨而已 因為 行政長官選舉就到了 林鄭到現在都沒有否認過 說他會爭取 競逐連任的 雖然在2019年的時候 有些外媒的報導就說他想辭職 我相信 這些報導就不準確的 如果林鄭是想不做的時候 他大可以宣佈自己不去競逐連任 但是到現在他都從來沒有這樣說過 他還是保留著一個很大的空間 可能有朝一日他都會報名參選下屆的特首選舉 當然 最大的勁敵是誰 暫時看起來就像是梁振英 因為很多糧粉又再次 重新活躍起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